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和大家看過大陸的案件 這個案件是說有個兇手竟然逃脫警方追捕30年 而且連殺三人逃亡過程中霸佔了一個乞丐的老婆 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樣呢? 我們就一起看一看 在1990年6月4日 含山縣仙中鎮 發生了一宗轟動當地的命案 在當天的凌晨 村民習某年和他父母一家三口在家中遇害 警方去到現場採查時發現現場一片狼藉非常悲慘 警方在調查過程中發現衣櫃是有明顯被人搞過的痕跡 但在衣櫃上找不到任何有用的指紋和腳印 而後來法醫也鑑定過三個死者被人用很利的刀斬死 而且手法很殘忍 到底殺人的原因是什麼呢? 經過走訪當地去調查 原來在當地的農村男女結婚最體重的就是過禮和婚宴 結婚的人有沒有領證呢?反而不太在意 而受害人之一的習某年和附近村的寧某青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兩家人在1990年正月初一和他們做了結婚酒席 結婚之後兩個人經常吵架 兩個人一起生活連一個月時間都沒有 後來因為矛盾 習某年就由老公家搬回自己父母家 以及向當地法院提出要和寧某青解除事實婚姻的訴訟請求 兩個人的官司前前後後打了三個幾月 在這段時間寧某青經常上門和習家人吵架 以及她說到如果你離婚就殺你全家 去到1990年4月18日法院作出判決 解除這兩個人的非法同居關係 女方習某年就負責補償寧某青 因為結婚造成的部分經濟損失2880元 雖然習家一次性把彩禮和其他費用還回給寧某青 但寧某青不高興也經常上門想拿回送給習某年家床單 一間皮鋪等等的東西 但他們整家人就覺得這些東西是結婚的時候陪過來的 應該是他們家所有的 所以就一直沒有同意他的請求 久而久之 寧某青就因為沒有拿到屬於自己的床單蚊帳這些物品 就懷恨在心 一路之下就上門把習某年一家三口殘忍殺害 然後逃之夭夭 這樣一走三十年這麼久 這個三十年的世紀追空之路就由這裡開始了 寧某青走路之後 警方在家裡找到有血的蚊帳床單 經過鑑定那些血跡都是死者一家人的 而且這個床單蚊帳就是寧某青之前一直向習家拿回的蚊帳 同時又在習家村口的池塘找到一把斧頭 而經過寧某青爸爸的變形 這一把斧頭就是他的兒子做木工時候用的斧頭 警方判斷寧某青的逃跑路線很可能會先到古河鎮 然後進一步外途 於是警方馬上對鎮上的長途汽車站等交通捷點進行一個報控 但是經過多日來的搜索排查都發現不到他的終職 搜索工作過了幾個月 警方就判斷寧某青已經不在含山縣境內 只有十年了 警方向江西縣和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都發出過千封協查通報要找寧某青回來 但是全部都是石沉大海毫無回音 這十年警方一直都沒有放過他 但是這個人去了哪裡呢?就是這樣人間蒸發 然後來到2020年的夏天 這一年公安部就在全國範圍啟動了雲劍行動 利用互聯網、雲服務、雲平台這些現代技術打擊各類違法犯罪 而命案問題亦都是其中一個內容 於是乎含山的警方又藉著這個機會 將雜家三個人的被害案的徵破工作重新提上日程 雖然三十年來含山警方未停止過追控 但是一直到2020年可以說得上毫無進展 其實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是九十年代 因為網路通訊甚至減控都不發達 而某青的資訊只剩下一張一吋的黑白證件照 但是到了2020年的10月中 警方在浙江省義烏市當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對這個市的暫住人口訊息進行檢索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到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 這個人叫洪某毛是江西上搖人 他的相貌特徵和含山警方一直所找的寧某青 非常相似的洪某毛的暫住證上面的相 像面部輪廓、喉核這些特徵 經過仔細比對之後發現和寧某青幾乎一模一樣 雖然人是老了、相貌有不同 但是面部特徵是無法改變 這條線索出到來長達30年的追空之路 終於有一線的曙光了 警方立即去根據這個線索 對洪某毛進行秘密調查 他們本來以為這宗案件很快水落石出來 但是調查越深入 原來案件的複雜程度是遠超他們想像 警方發現暫住證上面的洪某毛 就不是寧某青改名 搞回來的名字 而是寧某青直接無名頂替了洪某毛的身份訊息 更奇怪的就是 以洪某毛扮理暫住證的居住地點 和他一起住的還有三個人 一個叫吳某花 一個叫洪某菲 還有一個叫龍某菲 這三個人分別就是洪某毛的老婆 和他的兒子還有媳婦 如果這樣一看 就好像老夫妻和兒子還有媳婦所組成的家庭 實際上竟然是一個無名頂替的陌生人 入了他們的原生家庭 還要共同生活了三四年那麼久 但是突然有一天 這間屋的四個人 由國賓東西 好像是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一般人看上去都覺得不合常理 但是後來件事越來越詭異 警方越查越覺得奇怪 那麼經據警方的調查 真正的洪某菲 一直都生活在江西上搖老家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有眼疾 身體和眼睛視力都不行 所以基本上沒有離開過家 一五年的時候 因為患病死亡 而慕名頂替的寧某清 為什麼會跟死者的老婆 一家人共同生活 好像有匪夷所思 而且他的家在2014年之後 已經呈現了一個解體的狀態 吳某花在2014年離開義烏之後 他回到老家大宣 而洪某菲就是江西南昌的一個工地打工 而他老婆龍某菲在2014年離開了他老公 回到貴州老家 唯獨是寧某清這個人下落不明 又再次人間整發 一點消息都沒有 整個案件就進入死胡同 最後警方決定去找吳某花兩母子做接觸 就要通過他們所說的話 去分析寧某清到底去了哪裡 於是乎 警方兵分兩路 同時去尚耀和南昌兩個地方 避免了他們夾口供 真相開始慢慢出來了 原來在1999年的年底 剛才所說有眼窒的紅某帽 在外面靠黑食為生 黑食過程中認識到一個叫小李的人 而這個小李就是當時走老出來的寧某清 兩個人認識了不久就開始清輕到底 紅某毛見他這麼可憐 就帶了他回家 因為當時紅某毛身體不好 加上對眼又有問題了 所以收留了這個兄弟小李家幫忙做事 一開始小李很低調很本分 每天只是做事 亦都不會主動跟當地村民接觸 面對有關自己身世的追問 大多數都不會說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原先在紅家低聲下氣的小李 慢慢展現出他禽獸的一面 他就對紅某毛老婆吳某花侵犯 而吳某花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女人 性格軟弱不敢對外說 加上他見到小李平時黑苦內勞 令到這個家的負擔少了很多 所以就順從了他 而去到2000年 小李帶著吳某花出去打工 2010年兩個人去到二屋 因為小李又沒有身份證 吳某花就把她老公 紅某毛的身份證給了小李去用 當時就是用這個身份去辦理了暫住證 而吳某花跟著小李一走 就走了十年 2010年吳某花就把已經結婚的兒子 紅某飛叫來二屋 因為她的兒子條件差 就叫來一齊住 就想減輕她負擔 而另外她又可以幫忙照顧孫 就是這樣一家四口生活起來了 平靜生活很短暫 令某青又再次變成禽獸 紅某飛的兒子 那個小朋友 經常都會因為一些好笑的事 而被她又打又鬧 而且她咸豬手的對象 還深向她老婆 久而久之 紅某飛的老婆不堪受辱 就只能夠離開老公和兒子 回到貴州老家 而紅某飛這個男人 面對掛媽被人霸佔拐走 老婆被人羞辱 兒子又天天被人打 心裏激壓了很多怒氣 她決定要跟寧某青做個了斷 有一晚她跟寧某青一起喝酒 回到房間想睡覺的紅某飛 就越想越生氣 當時她在房間拿了斧頭 去到寧某青的床邊 趁著她喝醉了酒 就一下一下打到她頭上 最終一個逃亡三十年的窮兇極惡的人 她生命就走到盡頭 而事後紅某飛就把屍體 裝了到一個編織袋裡 就丟到一個橋洞下面的垃圾牆 進行掩埋動作 最後警方拉了紅某飛 而根據她的口供 亦都是進行屍體挖掘工作 挖了七十二小時 終於找到鞋骨了 根據DNA的對比鑑定 就證實到的而且確是寧某青本人 想不到逃亡三十年本來相安無事 最後因為自己的禽獸行為 引來殺身之禍 可以說得上是惡有惡捕 最後動手的紅某飛 也有受到法律制裁 好了今集先跟大家看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